欢庆四月儿童月风源葫芦敦文化中心 将举办一系列表演活动 这天打头阵的是由小丑大叔剧团 带来街头艺术表演 即兴的墨具面部动作风格独特 让现场欢笑声不断 一开场小丑大叔带来精彩的特技演出 引起台下热烈鼓掌叫好 庆祝四月儿童月风源葫芦敦文化中心 也举办一系列的夜魂表演活动 而首先开场的是街头艺术的墨具演出 走出户外很好 有期待很久了 有啊 广场其实也算安全 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我们该做的一些医中央一个规范 不管是食联制或是测量体分 或者是手部的一个清洁 我们都会来继续遵守 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 我们的志工会有一些社交距离的一个劝导员 让大家也记住我们的一个防疫之下 然后我们又可以让亲子有一个户外 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地方 小丑大叔动起了肢体动作 搭配了小朋友的自然反应 每次都引起台下的灰心一笑 呼吞话中心表示 23、24号还有古早区位同伴及儿童剧团的演出 像赖三亿老师当天会打出六 同时打出六颗头颅 像那一天也会让大家体验 竹蜻蜓啊 跳格子啊 踢剑子啊 还有吹橡皮笛等等 就是一些比较古早味的 或是抽出的等等 火顿话中心强调 由于最近的疫情升温 尽管在户外演出 一样会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 希望这样家长带着孩子 能够安心的观赏表演 这里这样台中才放不到 优优独播剧组 请你支持明鏡 filthy丝 PhD 优优独播剧绍